來到天津一直被問有沒有去吃狗布里包子 今天我們就要來去吃狗布里包子 我們打車來到了山東路總店 店鋪的設計非常有味道 整個就是古色古香的感覺 因為疫情的緣故 我們遇到全市的核酸大篩查 所以一度以為今天店家沒有開門了 店鋪裡面的設計也非常的有特色 整個非常的寬敞而且乾淨 也是因為疫情的緣故 其實今天的客人並不多 我們點完了餐 我們點了一籠包子 那這包子要現做要稍等一下 這包貴有生意日漸紅火 南來北往的客人常常叫補償隊 因顧不上招呼客人 在人們狗布里包子 共一麥包子不理人 在笑談中被戲成狗布里 所以民生更想 就叫做狗布里 原來是因為招呼不著 原來是因為招呼不著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久溫其明的狗布里包子 來外圈的豬 來外圈的豬 所以今天做和聲 所以都沒有人 這是醋 這也不沾醬油 都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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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